今天我们五湖国中的成绩相当的优异 达5A以上的有194人 其中5A++的有25人 这25人里面有一位同学 达到满级分满点作文也六级分 那另外有一个同学的作文 他是我们新册中心的9份样本 优秀作文里面的其中一份是 也是我们五湖国中的沈定渊同学 我们熊中的体育班 搜球队的有录取四个 那熊中的四星安置有两个 总共加起来有六个 加上5A以上的有194个 所以加起来刚好两个人两百分 那这是我们今年五湖国中的成绩 同学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有没有很开心 当然是很开心 对 有没有预期到 我应该是有预期到会考的 应该是不错 但是我没有预期到 就是满分满历满历的这样子 是齁 那你觉得今年的考题怎么样 今天你的考题的话 阅读数量部分可能就比较重点 你说哪个部分 阅读数量 怎么说 是 他们不管是什么 他们都会用一篇文章 然后就是要去研读那个文章 然后选出方案 感觉不会搞现在的趋势 你在学校成绩怎么样 在学校成绩的话 应该也不算是最顶尖 但是也还是很市面 所以一般平时的成绩大概是 是 不太一定 因为我们班级也有蛮多高手 对 总的应该都在前十名 你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看到今年的题目 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于你们的学弟妹 我觉得就是 在写的时候不要 因为一开始我在写数学的时候 就有一些题目 我就觉得 不太会写 然后就空了几题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点慌张 但是我后来就静下心来 不要慌张 就是在结束的铃声 响起之前都还有机会 都还没有出 就是不要慌张 不要慌张 我练起来就好 这是最基本的吗 那准备功课方面呢 准备的话 学校他会有一些 就是训练还是练习 这样的那就是尽量的练习 去熟悉那个手感 然后时间的掌握度 那家里的人 怎么看 家里的人对我 应该是也蛮有清晰的 就是应该也是没有预计到会 会满满满几分 会不会压力很大 有一点 有一点哦 那要读熊中吗 对 对 那将来有没有什么 要走哪个方向 这个我还在摸索 还在摸索啦 OK 医学 他平常的表现怎么样 医学他是个很认真 很踏实学习的孩子 对 然后平常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一步一步 对 然后针对他不懂的地方 他都会想办法 把他一步一步弄懂 学习很扎实的孩子 那他除了学业成绩之外 其他的表现呢 哦 他跟同学之间相处 还有对老师的态度 都是非常有礼貌 这一次他拿到了几分满点 有没有很讶异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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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之前 其实 医学平常 他在学校复习考的时候 我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 很冷静面对的孩子 因为他在预备领想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孩子会静坐 想办法让自己的心情沉浸下来 然后来面对考试 对 他是一个很冷静的孩子 医学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很沉稳的孩子 对啊 那很多东西的话 就是很稳扎稳打 然后他在我们班的成绩的话 是越来表现越来越好 可是他像他的毕业成绩 都还没有上台领奖 所以的话 他是后来就是凭着自己 然后非常的有规划的 然后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历程 对啊 然后到三年级的话 尤其是每次复习考 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对啊 就是在不管各科都慢慢的能够很有条理的去理出他的读书的方法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他是属于比较大气晚成的吗 还是说他是后续 后续力比较强的 他是一个后就是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孩子 可是的话可能他一直在找一些读书的方法 可是后来的话慢慢的理出了一些条理以后 然后可能也会询问老师的意见 然后就慢慢的就走出自己的一个一个读书的方法 要不然的话事实上很多科目的话也都是起起伏伏 对啊像他数学或是英文也都是起起伏伏的 不过他的那个数理的理解力是很好 尤其是像理化的话 我觉得他都是一直处于一种 就是对科学很有热忱的 然后像他写联络部的话呢 也很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他读的书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啊应该是从小可能 那个书也读了非常的多 所以的话写东西很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联络部的话呢是很有自己的看法的 所以他是有准备的一个孩子 有想法的一个孩子 然后会去不断的解决问题的孩子 对对对是 OK谢谢老师 这是整体的成绩怎么样 国文A加社会A加 然后数学自然跟英文都是A 然后作文六集 那听说你的作文是列为半本的吗 没错 你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写的内容 怎么写的内容 就他有给我很多标题 当我在看到他的提本 给出很多标题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现在媒体 他们很常会加一些 比较劲爆的字眼 然后让我们去 不会注重里面的内容 看到标题就会想点进去看 所以我就大概从这个媒体试读的部分 左手下去写 你平常有在看一些报道杂志吗 或是网络的一些新闻吗 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我基本上大多时间都是花在我的教科书上面 那所以说你的那个取向 你这一次写作的取向是走哪个方向 走哪一个方向 你是讲述你的经验呢 还是用论述 我用论述的方式 有老师说论述会比较困难 我觉得其实还好 因为我从国小遇到的 国小一年级的老师 他就会要求我每天都要写一篇作文 虽然说他不限字数 可是我从国小一年级就每天开始练有五百字的文章这样 然后一直练到六年级我都有继续练 每天都会写一篇 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很大吗 我觉得影响很大 因为在升上过中之后 无论是段考摩托靠 看到身边的同侪看到作文就是非常的头痛 但是当我看到比较棘手的题目的时候 我能有比较多的想法能够写出来 所以你的经验就是说要常写作 对 那可是写作也要有方法不是吗 对 所以老师是教你你要用怎样的方法呢 就是比方说今天有一个题目给你 那其实你最先想到你会怎么想 会先怎么想的话 就是我会想的是一般人会写什么题目 然后我不要成为一般人 是你是说你不要成为一般人吗 那所以你是从哪个方面着手 哪个方面着手 就是我会想把很多题材先列在草高纸上面 然后会找一个比较有独立性特殊性的题材 然后我再会用我的施照去包裹它这样 所以说你刚刚说你是用认述的吗 没错 那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内容吗 内容就是说我觉得媒体现在很多都是用浸泡的字眼 然后诱导我们去观看 到后面我就用了比较长的篇幅 我来去论述说这里有哪一些不好的点 然后再来我会去讲说我们应该要着重于内容 然后我有用情景带出跟带走的方法 就是我有用一个 如果你没有看内容的话你就会像手观赏花一样会被上面的疾刺刺伤 所以我就把里面那个情景用通红的血写出来 那到后面如果我说用媒体试读的方式去读这篇文章的话 那我最后一段是讲说那么手曾经流过的血就能变成花朵般的红 所以你刚刚用那个旌旗那个形容是在前沿的时候就讲出来的吗 就破题吗 文章中提到我并没有在第一段就立刻写出来 然后最后面我最后一段有把我这个题材的素材给它回扣回去这样子 那拿到这个有没有很开心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就比过很多赛了然后都是这样子 那可以想一下你的比赛成绩吗 比赛成绩我从国小五年级第一次比全高宏师的作文是第六名 然后六年级第一 然后接下来国中我也有陆续在比 有比较好的成绩有拿到联合杯全高宏师第二高宏师第三 然后全国说服类优选 跟国三的时候拿到全高宏师第二名 那拿到这样的整体的成绩想要读哪里 我比较想要读附中或凤中 你可以成绩可以读凤中吗 我觉得应该不行因为只有三十分二十七点而已 所以是想要读附中或凤中 对那将来将来会有怎么样的走向 将来会有怎么样走向我文类的应该比较强 所以我会比较想选一类组 然后我会大学我比较想读的是经济保险类的科系 那这不是又好像走得蛮远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嘛 所以那个也是你的兴趣吗 没错 OK好 恭喜你哦 讲一下这次考的成绩怎么样 30分33点 那满不满意 其实满满意的 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觉得努力得到回报 也考上自己想要考的学校 想读哪里 想读附中 我很开心 很开心的 听说你的家庭环境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吗 因为之前大陆跟台湾的关系不太好 把家里爸爸妈妈工作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有一点影响 对经济就 经济状况就没有 突然变得没有很好 对所以就觉得要读书啊 挽救这个家庭 你从小就有这样的志向哦 就是从 国一国二开始才有 小时候觉得家庭就是会照顾我 但是发现其实没有 世界一直在变啊 所以你有现在有心想要把自己做得更好 然后来照顾你的家庭吗 有 那还可以分享 刚刚校长有提到说 您在其他的才艺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啊 你可以分享一下 有在玩吉他 然后有跟朋友做一个乐团 什么乐团 叫暴走舞伏 暴走什么 暴走舞伏 暴走舞伏啊 对 好像有听过 有 那是一个怎样的乐团 就是主要就是没有自己在写歌啊 都是就是 就是那个社团的时候 就是觉得哦 大家都很好 然后就一起组 然后在毕业电影上表演 所以你是主唱吗 对 那你自己认为你的歌声怎么样 哎 其实没有到很出色啊 就是可以听就好 那有没有什么特色 嗯 比较低吧 哦 是哦 比较低哦 对 就现在其实不强调说你一定要非常完美 但是强调是特色 个人一个特质嘛 所以你觉得你的个人的特质是什么 在演唱的时候 就是比较放得开吧 可以 可以带动气氛 哎 比较 比较能带动气氛 那将来想走哪一方向 想要 读二类或三类 当工程师 呃 医生也是一个选择 是 那这一次 AI那个黄远勋来哦 AI的风潮 席卷整个全球哦 有没有受到影响 哎有啊 我发现 其实不一定要 然后就是有那种 刻板印象觉得当医生一定能赚钱 也可以自己去创业看看 所以你会考虑这一方面吗 会啊 可是你刚刚又说你想当医生 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看高中读书状况怎么样 还有未来的发展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本来有志向当医生 那现在AI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就对了 就是你的选择会变得比较多 对 那所以以后要更努力哦 好谢谢 这一次成绩考的怎么样 就是5A7个甲 自己还蛮满意的 那平常在学校成绩怎么样 就是还还算可以 大概都在自己给自己的标准 那听说你有另外一个才艺哦 就是花式花轮溜饼 哦 这已经多久的时间了 呃 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练到现在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 因缘忌讳会来练习 嗯 嗯 一开始是小时候是就我在玩直排轮 然后后来爸爸就找到教练 然后就是自己也蛮有兴趣 就一直练下去 那有什么好成绩吗 哦 之前有拿到那个亚洲锦标赛的金牌 然后还有台北公开赛也是金牌 最好的成绩在哪一年级 就是去年亚洲锦标赛 你要进熊女嘛 对 对那还会往这方面去发展吗 就是 应该还是会先练 然后 之后再决定 就是以后想要怎么走 熊女的话你将来是在学科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想要念社会主 然后就是以后大学可能会想往法律那方面走 是家里的关系吗 没有就是自己兴趣 嗯 为什么呢 就是之前看很多那种法庭剧啊 然后就觉得好像蛮有兴趣 校长 恭喜哦 今年五福跟去年一样哦 成绩相当的优异哦 而且甚至听说是超越去年嘛 那整体而言 今年的成绩您可以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今年五福国中会卡的成绩真的又大放一彩 又突破去年的5A的人数 我们今年达到194人 当然我们的科学班也是在创巅峰 也考上10位同学 那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五福国中的老师 真的非常的用心 而且他们在对知道孩子在准备会考 真的很努力也非常的辛苦 我看到我们五福国中的各领域的老师 他们在领域教学的时候 真的非常努力的在 呃 呃 呃 包括我们在呃 出模拟考试题的时候 我们的审题的机制也非常的完善 尤其我们考完每一次的模拟考 我们老师都会呃 开检讨会 真的我们孩子呃 呃 比较弱势的地方 或者呃 比较需要在增增增增增强的地方 他们都会做一些检讨 然后对我们每一个孩子 一些迷失概念啊 需要去补墙的都会去补墙 所以我们今年的成绩真的非常的亮眼 我们5A大概占了全校的百分之二十三啊 那真的是在创巅峰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学校的所有认课的老师 当然也感谢我们呃 学生家长的支持 尤其我们五湖国中的家长会在会考之前都会到玉皇宫去祈福 然后也会送每一个同学一个金榜提名柄 那学校办活动也是呃 办祈福活动 包高中也是让孩子稳定心情好好的准备考试 那当然呃孩子就会 呃心平气和的 在准备考试中 今年就大放一彩啊 那当然是我们孩子自己的努力 尤其我们五湖国中 从最基础的最扎根的推动阅读 那阅读的文本等等之类的 不管是科普的或者人文的 我们鼓励孩子每天花一点时间 来阅读大量的阅读 然后一些素养的题目就是从阅读之中 然后成绩就会慢慢的展现出来 那这是以上我们五湖国中 今年的成绩真的大放一彩 又再创高峰 五湖国中今年升学成绩 上帝志愿肯望飙破200人 全市之最再创巅峰 失声努力 有目共睹 样新闻记者 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